《水浒传》写了108位英雄豪杰,这些好汉作词不同,各有特点,根据每个人的特点,施奈安都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绰号,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群像,然而梁山的108位头领并不包括所有梁山头领,有两个人便被排除在外,便是白衣袖士王伦与托塔天王朝盖。 说起来,这两人的死亡其实还比较相似,皆是被梁山好汉杀死的,王伦死于林冲之手,朝盖看似死于史文公之手,实际上杀死他的凶手在梁山,朝盖临死前也挑明了,可无人敢动凶手。 那么这个凶手是谁?他又为何要对朝盖痛下狠手,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?这里是繁华五千年,欢迎订阅观看。 许多梁山好汉,在上梁山前都有很不错的出身,比如说林冲是八十万进军教头,杨志武举人出身,而朝盖也是如此。 他原来是梁山附近的几州运城县东西村的父户,在村里还担任保证一职,平时热情好客,凡是有人来投奔他,他都会好好招待一番。 传说西西村经常闹鬼,便凿了个宝塔镇在西边,鬼便被赶到了东西镇,朝盖听说后愤愤不平。 独自一人蹚过大西,把宝塔背到了东西村,这才有了拖塔天王这名号,杨志落草为寇,是因着丢了生成刚,而这朝盖便是多生成刚的人,没有他,吴用哪知道生成刚的事,结果事情被何涛知道了,于是乎朝盖成了贼人,好在宋江,朱同帮了一把,朝盖只得投奔梁山,王伦对夺生成刚这件事很是惊骇, 有点不想收留他们一行人,吴用至基林冲杀了王伦,朝盖便成为梁山的债主,他这位置也没坐多久,最终跟王伦落得一样的下场,其实说来他这性格也并不适合当债主。 朝盖为人豪爽,敢作敢当,可遇事容易急躁,也不善于团结人,他是一个好人,可一个好人未必是好领导者,未必能领导好一个组织,从他被定义为好人时,便注定他做梁山坡的领导者会吃力,他没有能力把事业引向辉煌,如同评论家李光阁所言,领导梁山事业的发展就成了他生命无法承受之重,勇猛的同时,也没有显示出有怎样的智慧, 也就是冲锋陷阵的永夫形象,也难怪后来中宋江的招在朝盖上了梁山后没多久,宋江先是杀了颜婆西,接着传出提反师,即将被处死。 朝盖心急,带着吴勇等人劫法场,这才救出宋江,他上山后,成为梁山的第二头领,朝盖压根不是有着出色智谋和出色组织能力的宋江的对手,渐渐地朝盖的权力被架空,恰好此时断井柱告诉朝盖增头士的人, 抢了他准备献上梁山的赵叶玉狮子马,朝盖一听就怒了,亲自带兵攻打增头士,结果中计被史文公的毒箭射中。 回到梁山没多久,便因剑毒身亡,在这件事上,他急躁的性格暴露无遗,可实际上来说, 真正杀朝盖的并非史文公,朝盖死前留下一言说,谁抓住凶手,谁就坐上债主之位,这颇为奇怪, 要知道,此前朝盖一直主义宋江为接班人,为何如今改成谁都可以了? 答案是,他与宋江的矛盾,宋江始终又被招安的想法,朝盖却更向往自由, 其次,宋江坐上二把手后,动了更深一层的心思,不再甘心于二把手的位置, 此前爱着朝盖年长的威望,不好直接抢位置,增头士一世便是最好的时机。 他使用了一些手段达成自己的目的,果然朝盖身亡后,他变成了领导人,朝盖显然也明白这些, 所以临死前再发出这般疑言,但此时已经没人感动宋江了,就梁山坡债主的这个位置来说, 宋江其实比朝盖要更合适,虽然他一直想要被招安, 总而言之,从宋江上山的那一刻开始,朝盖与他便注定要死一个, 当然,这些也只是猜测,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出来的东西,是否如此也无法得知, 卢俊逸实际上是梁山的副手,当初朝盖去世时曾表示,只要有人替他报仇, 那个人就会成为下一任的领袖,一直以来,宋江都想要坐上老大的宝座, 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,他找来了非常能打的卢俊逸, 让他帮自己除掉了史文公,史文公可是连朝盖都能杀掉的,却败在了卢俊逸的手上, 可见,卢俊逸真是个不容小觑的存在,即使是著名的几虎英雄武松, 也只能和卢俊逸对战三次,最终成为了卢俊逸的手下打败的一员, 唯一不同的是,卢俊逸并没有放纵自己的欲望,尽管妻子背叛了他, 他并没有去寻找其他女人,可以说, 卢俊逸可以被视为一个优秀的男士,除了卢俊逸之外, 还有一位和他的实力相当,甚至连卢俊逸都不被他放在眼里, 那位人士即为张青,一级这位被人尊称为无语剑的侠客, 张青因其绝技飞石而被称为无语剑, 他只需一颗石头便能精准击中目标, 就像一只无语剑一样在东昌府的战斗中, 张青展现出了他的巅峰实力, 当时张青面对一批梁山上的猛士, 一个个武艺高强,然而他毫不畏惧, 甚至还公开挑衅让宋江前来鄙视, 还称呼宋江为宋江小儿。 在众人看来,他真是不自量力, 就在这时候,徐宁主动站了出来, 毫不犹豫地迎上了挑战, 出乎意料的是,原本占据优势的徐宁, 在一个疏忽的瞬间,被张青从马上击倒了, 徐宁在地面上狠狠摔倒, 终于认识到了张青的强大能力, 就在这时,众人仍然轻视张青, 都想挑战他,却都被他的头尸打落马下, 就连小李广花荣引以为豪的剑术。 在张青的飞尸之下,也不敌烈士, 胡炎卓、关圣和董平, 作为五虎上将的一员, 全都被击败后,溃不成军。 在这次战斗中,张青凭借着飞尸绝技, 成功打败了15名梁山好汉, 自身却完好无损, 而对方却成了一群受伤的人, 宋江立刻察觉到危险, 果断制止了双方的鄙视, 于是,这场对决也就此告一段落, 宋江回到家后, 他的想法,他希望收服张青成为梁山好汉, 于是让吴用出谋划策去邀请张青上山, 在那个时候, 粮食是至关重要的, 因此吴用决定利用粮食来诱惑张青。 太浅了鲁智深和武松前去运送粮食, 然后故意让人传达消息给张青, 果然如此, 当一颗石子飞到鲁智深的头上时, 所有人都意识到张青已经重计, 于是鲁智深和武松见状连忙逃走了, 盯着这些粮食, 张青感到非常欣喜, 于是在得知小和那边还有粮食的消息后, 张青毫不犹豫地独自前往, 坚信自己一个人足以独自完成任务, 没料到, 他如此轻易就落入了梁山好汉的陷阱, 最终被困在了梁山, 张青进入梁山之后, 性情完全改变, 完全失去了之前的威严。 甚至死状令人难以忍受, 张青进入梁山后不久, 便与穷英步入了婚姻殿堂, 从那刻起, 张青开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不再是之前的自己, 可能是在结婚后, 他体验到了女性的魅力, 开始迷恋女性, 整天漫无目的, 失去了进取心, 导致自己的记忆被荒废, 张青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, 凭随着他独特的飞食绝技, 如果再掌握一些其他的武艺, 必定可以成为无敌的战士, 张青迷惑不解, 特别是沉溺于女色之后, 甚至连他的智商也大大降低了, 在对抗方辣的过程中。 张青竟然没有使用他的马和飞食, 而是依靠自己的双腿和一般的枪法来战胜对手, 不得不承认张青实在太愚蠢了, 张青只会使用石头飞来攻击, 但他的枪法和步战实在令人失望, 他竟然将自己的不足暴露无遗, 这让人能够预料到比赛的结果, 就在张青打算用自己的铁枪刺向利天润的时候, 不小心刺进了一棵树, 而且还刺得不轻, 如果是普通人, 即使是缺乏武力的普通人, 他们首先考虑的肯定是逃跑, 因为生命才是最重要的, 谁曾想到张青居然不停地掏出他的枪。 由于插得太深, 他只能在一旁痛苦地抽出来, 就在这一刻, 利天润抓住了机会在张青背后刺了一刀, 导致张青倒在了利天润的手下, 实际上从张青的能力来看, 利天润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, 但他不擅长发挥自己的优势, 并且缺乏逃生的意识, 只能说张青最终还是被自己的愚昧所困扰而不得解脱。 自从宋江加入梁山后, 他与吴勇的联系日益紧密, 吴勇常常在宋江身旁, 因此与朝盖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, 在吴勇的支持下, 宋江在梁山的声望日益攀升, 众多人纷纷表示愿意为他效力, 在这样的局面下, 朝盖自然失去了吸引力, 在吴勇的支持下, 宋江不仅声望显赫, 还领导军队多次获胜, 每次战斗结束都能带回一批新的士兵, 他们毫无疑问都成为宋江的忠实追随者, 朝盖决定出去打仗了, 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继续下去, 最终会被宋江的慢性死亡耗死。 朝盖在宋江和吴勇的劝告中毫无动摇, 经过深思熟虑, 决定亲自率队前往增头市进行攻打, 随后一幕让人心酸的情景出现了, 宋江打仗时除了点兵还需要点将, 一群头领们争相要去, 因为他们渴望争夺军功, 朝盖准备出征时, 现有志愿者跟随, 大多数是他亲自挑选的, 这种情况间接显示了朝盖领导能力的削弱, 甚至需要强制命令他人身战, 外出打仗在这种情况下注定不会有好结果, 而随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, 朝盖这次携带了他身心不疑的林冲等人, 并且还有一个隐藏的很深的卧底, 这使得大家可以事先思考一下, 这个神秘人物可能是谁, 或许会有意外知悉, 吴用看到大旗被封瓜蛇后, 对朝盖说, 哥哥, 这是不祥之兆, 你还是别去了, 朝盖已经坚决决定, 肯定会前往, 吴用等人故意弄断了大旗, 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朝盖等人前行, 尽管宋江看到了这一情况, 却选择保持沉默, 既然朝盖坚持, 就让他去吧, 宋江为了安全起见, 让戴宗提前去打探朝盖他们的情况, 戴宗一去不见阴信, 直到朝盖临危之际才现身, 据此推断, 戴宗暗中支持宋江对朝盖进行监视, 攻打增头事开始后, 许多谜团浮现, 首当其冲的是朝盖重箭的事, 箭射中并不罕见, 但却镶嵌有三个字, 史文公射杀一个人而已, 何必要提及自己的身份, 再说, 史文公并非增头事的头目, 只是该地区的一位地位较高的领导而已, 尽管史文公身份显赫, 但并不至于费力地在弓箭上书写自己的名字。